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第三季的劇推時間啦! 這一季雖然沒有什麼現象級的爆款韓劇 但是片單依舊精彩又豐富! Sweet Home 第三季兩顆星 毫無意外的,Sweet Home 自從第一季漫畫故事結束之後 劇情就一發不可收拾的既無趣又缺乏邏輯性 保持著有始有終的心態還是將最後這一季看完啦! 但總之依舊看了個寂寞 除了雙男主顏值為這部劇保住了最後的自尊心之外 劇情本身一言難盡! 名校的階梯兩顆星 這部劇整體就和之前拍過的一些韓國貴族學校劇本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別,主軸還是脫離不了霸凌 外加看男女主角們因為一些幼稚的小事 而互相誤會和利用 結論來說主體就是讓觀眾開一群高中生 展現他們的愛恨情仇及小事化大的無用能力 黑幫的我成了高中生3.5顆星 這部是由網路小說改編的小品劇 帶有淺淺的BL風味 魂春劇情不算新奇 但是主要角色設定為黑道大哥和受霸凌的高中生 個性反差很大 所以看的時候還是有一定的趣味性在 加上演員們的演技也還不錯 是可以無腦輕鬆觀看的有趣小品 紅條3.5顆星 故事主軸發生在水深的豪門中 每一位主角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秘密 基本上劇情設定挺豐富 再加上主角們之間情感的糾葛 讓這一部狗血劇不只忠於自己狗血的本體 也讓故事更有層次感和看頭 喜歡看狗血劇情的朋友們可以快樂觀賞 這一部的狗血也是傻的故本 故事中兩代的角色都有自己的狗血故事 外加主演們在懸疑主線也發揮得不錯 劇情反轉再反轉 雖然謎底不是太難猜 但整部劇基本上也沒有冷場 一個個事件所帶出的發展 都讓人想接著看下去 精彩度相當合格 本劇開播之後因為吸引的劇情 還有演技派演員的加持 話題性居高不下 前期的評價也一直很不錯 雖然整體商來說劇情有趣而且元素豐富 但是在情感劇情方面 就有不少人覺得劇情拖沓 也有人覺得年輕演員的演技跟不上 後半段劇情的收尾也不如前期精彩 可惜啦 這一部劇的演員陣容在開播前 就讓人十分期待 正邪雙方的表現也確實都深入人心 而且感染力十足 不過除了主要演員之外 其他角色的設定就顯得有點平面 而且劇情套路也走在中規中矩的路上 大致上可以說是觀眾看了會覺得爽的劇情 但故事邏輯性和精彩度實在是 有點可惜了這個演技派的陣容 完美的家族四顆星 這部劇為慢改劇 而且採用了日本導演 所以在一些畫面上的呈現和一般韓劇有點不同 多了一些日舉的風格 故事基本上以倒敘為主軸 一層層讓大家看見劇中角色背後的心境和秘密 透過互相猜忌和復仇的進程 讓大家更加好奇看似完美的家庭 到底藏有什麼樣不可告人的故事 這部劇只有四集 基本上以電影的規格在製作 所以不管是在畫面呈現 還是其中精彩的打鬥戲方面 都有著相當高的水準 而這部的主演們也在開播前就造成不小的話題 看他們在劇中層次感十足的演技展現 以及對手戲的精彩演繹 真的是一場面面俱到的視覺饗宴 劇情講述平常無人關注的交通犯罪調查組 他們橫衝直撞的犯罪追蹤故事 也是韓國第一部以交通犯罪為主要題材的電視劇 劇中用一個個交通相關的案件 來循序漸進的帶出故事背後的主軸犯罪陰謀 劇情邏輯合理又流暢 搭配上精彩的飛車追逐和金飛打鬥場面 整體毫無冷場 劇情內容搭配整體呈現都相當值得一看 相信就算沒看韓劇的人也知道 這部劇是許光和進軍韓國影業的第一部參演作品 劇中的主要角色無一不是演技派中的演技派 光是看他們彼此表現就已經是一種享受了 而劇情圍繞在一個獵殺遊戲上 將角色內心的掙扎和變化呈現出來 在利益和正義的碰撞下 也會不會做出違背本心的選擇呢? 陪玩的女人五顆星 這部劇的唯一敗筆大概就是劇名啦 只看名稱真的是耽誤了這部好劇 這部劇的一大看點就是男主角冷映的外表之下 有一個可愛的傻白甜令暗腦靈魂 他傻乎乎的反差感讓許多觀眾都尖連淪陷 而不只是主角們的互動讓大家體驗感拉滿 配角們生動又立體的人物個性也完全討喜 是一部絕對不可以錯過的輕鬆俏皮修平 本次特推暗黑人性探討劇《無聲挖鳴》 本劇的故事有一個神秘女子打破看似平靜的森林小鎮生活為主軸 而在多年前另外一個時間線上發生的旅館殺人案件也穿插在著其中 這兩件看似毫無交集的故事有一名精英女警串聯起來 揭開其中事件背後的神秘面紗 第一點節奏緊湊分為到位 本劇在故事描述上情節緊湊 雖然只有八集但依舊把主要角色在每個當下的心境變化 和遇到的掙扎展現得淋漓盡致 故事裡面有兩個時間線透過精彩又順暢的敘事 把兩條平行線漸漸聚焦在一個點上 將鬼絕又神秘的面紗一層層撕開 讓觀眾一步步跟著抽絲剝繭解開其中的謎團 第二點演員滿分演技絕倫 本劇不管是主角群還是配角們的表現都精彩絕倫 尤其要稱讚女主角高明氏 在一眾演技派前輩中絲毫沒有被比下去 將神秘的瘋批女子呈現得讓人既好奇又害怕 和影帝男主角的對戲也場場精彩 雖然劇中角色不少 但每一位角色的定位都很清楚 用精彩演技將劇情推上一個個高潮 第三點畫面精緻無感饗宴 這一部的看點還有精美絕倫的森林景色 及氛圍感十足的配樂 雖然整體是驚悚氛圍 但依舊將山中別墅和景緻拍出靜密的氣質感 兩個時間線上的故事所搭配的畫面 都精緻有氣氛到位 配樂更是將每個畫面 都烘托出更上一層樓的層次感 整體來說 這一部劇不管從哪一個層面來看 都是接近哪分的 不只劇本完美的圍繞在其中 一直提到的一個中心思想上 透過演技還有鏡頭的加分 更加完善這個精彩的故事 再次要感謝其中演技絕倫的好演員們 帶著觀眾進行了一場精彩又刺激的劇情體驗 我在看的還有 我再看的還有 good partner 因為不想吃虧 首爾破效祖 精神怪物第二季 來自地獄的法官 精神怪物的續集在這一集上線啦 雖然話題不如第一季 但是相信在畫面還有演員的詮釋上呢 還是能有不俗的表現 首播舒適就大爆的 來自地獄的法官 目前不管是選角還是劇情的鋪陳都受到很高的評價 奇幻又新奇的設定呢 也讓人非常期待接下來的劇情發展 接近年末呢 有不少大製作還有大咖演員的回歸 題材還有劇情的類型相當多元 值得期待喔 如果你有其他推薦或是對內容上有什麼疑問的話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 也不要忘記關注我們的IG動態 那麼新的一季推劇下次見囉 拜拜